歡迎大家來到16比9的影話解剖 今天很有限請到鄭寶瑞導演 說說他的志祺 你好 鄭寶瑞 好久沒見了 好久沒見了 我們都是鄭寶瑞的學生 鄭寶瑞的學生 鄭寶瑞的學生 我想問你為何當初看完《雷米》這部小說 就想開拍這部電影 有甚麼吸引你 當初其實它也是一個… 第一是短片 當時我也是在找一些題材改 但是上網去找 原來有一個雷米的人 我覺得他也挺高排名的 在國內的這些經歷小說 我很奇怪 我在微博找他 我就加他微博 他又加了我 然後大家就開始聊天 我說你有沒有短片 其實我不太喜歡改長編 因為長編是很辛苦的 因為長編已經攜了你要擲東西 可能整個結構你要重新來過 因為電影的篇幅其實很短 那一分鐘 其實我覺得短片或者中編 我覺得短片 短片的容量是適合 因為它其實短的 但是它的橋段量是適合我們用 而它裡面一定有空間給你再加進去 這個反而是我覺得 因為它短 它一定要說它主要的東西 但是你就很清楚看到這條陣 我們的骨到底是什麼 看到自此之後 就覺得其實它也是一個 挺傳統的 我們當時有一個叫training day 就是一個新警察 遇到一個老警察 那個老警察就亦正亦邪 帶她去查案 是一個這樣的結構的東西 那個部分反而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反而是這個老警察 跟一個善人的一種關係 原來就是雷死了她的老婆 接著她就不停找這個女子去查案 其實這個女子也不知道是否認識 不知道是否認不認識 已經變成一種虐待 已經變成一種仇恨 但是去到後面 那個女子不見了 之後她就很想找回這個女子 其實這段關係很吸引我的 但是因為其實它裡面 究竟那種是愛還是需要 已經是大家 這種虐待或者對這個女子的關係 已經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都想像不到如果這個女子沒有了 之後這個人會怎樣生活下去 這個老警察怎樣生活下去 反而這個是我覺得 她亦都在小說裏沒有寫得很透 反而是留白了很多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段關係 就是我自己最想寫的 所以就跟她談 可不可以讓我改來拍 那她又很好 有一個很低的價錢 就給了我去改 什麼時候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是Final Cut 就是林洛 Cut之前的一個決定 那怎麼說 有很多人都覺得 那為什麼不一早想好 《鮮黑白》會不會好一點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答不到她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電影整個創作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是我們將劇本寫好 我們所有東西準備好 我們所有東西默默默 然後呈現 然後做好它 我不是說錯誤 不是錯誤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唯一的創作方法 至此或者我自己的創作方法 但是我覺得由我接觸了題材 去到寫劇本 到拍到後期剪接 哪怕聲效 哪怕顏色 去到最後Final Mixing 都是一個創作 這個創作是不可以停止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它每一刻的決定 都有機會影響著石部戲 所以其實在我的角度 在黑白是真是最 最後一刻的 不是最後一刻的 就是差不多Final 封鎖了創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決定 為什麼 是因為它更契合電影需要的氣氛 譬如我們很極力想做一個很混沌的世界 想很極力去建構一樣 像是非的香港 我第一次拍他去看黑白 我們什麼都還沒做 不想在剪接拍黑白再看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分不清 人和 有些鏡頭分不清的人和景的東西 這個有些人覺得很危險 分不清 怎麼看什麼 但是 我覺得這種混沌的感覺 就好像 在戲裡面我需要的那種狀態 其實折瓷不是一個橋段的戲 你問我 很多人都說是劇本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折瓷是一種狀態的戲 在我怕過程度 不停在斟酌著 不是說橋段怎樣抓他 不是說什麼 而是人物的狀態 究竟能夠推動劇情 而不是說劇情去推動劇情 或者拿劇情去推動的人物 其實不是 是那些劇情是令到他有這個狀態 他繼續推動 我想跟著這個人走下去 多不多 剪完出來再想想 有有有 其實我覺得自此 比我好的地方 最滿足的地方 就是有時間去沉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你放了一個電影 因為我們拍完一段時間 一年多 我們剪了很多版本 發現了一些問題 但是有時候 一些問題 你不是馬上可以解決得到 因為其實你已經投入了 在這個版本的故事裡面 你真的要把它放下 然後再慢慢去看的時候 你再找方法 你如果asset這個版本 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是不是最好呢 但是有些人看到 有一些虛偽 是有些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你再去有機會補戲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 我想過去 還想過去 可以怎樣 那才去再補 我們有補的 補的部分 我覺得最大的改動 就是Fish的角色 之前好像兩場戲 其實沒有那麼多 他跟兇手的關係 也是沒有那麼多 後來就是 在補戲的過程中 就是 不如寫足一點 Fish和關係 其實我們把小說裡面的黃圖 是拆開了兩個角色 其實應該是一個黃圖裡面 經歷了和大家的關係 到後來他和兇手那段關係 變成一個愛情 但是當然我們 為什麼拆開了那段愛情呢 就是我們不想騷擾 我最想說的 就是他和大家的關係 我不想有其他的disturb 這段關係 所以我就抽起了 他是另一部戲 就是葉偉順 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開始也極力想保留 但是他提了一件事 我說是兩部戲 真的是兩部戲 就是他這麼大的轉化 其實是兩部戲 你想我在看什麼呢 就是斬哥和黃圖 不是 是兇手和黃圖 兇手和黃圖 原本有一段愛情 就是被他捉了之後 慢慢去忠意了這個兇手 慢慢變成一段愛情 那段愛情是很血肉的 只是強姦你和給飯你吃 但是這種關懷 是這個黃圖在現實世界裡 從來沒有 而反而在那裡找得到 但是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變成一個虛偉 就是這樣斬哥怎麼辦 你很難把他取捨變成一切 但是當然你說是不一定可以的 不過是在那一刻我們的取捨 就是我先拿起了這一部分 到我有機會補戲的時候 我就把這一部分放在Fish 其實Fish和阿塞 其實在小說裡面 其實是一個人物 就是裡面的橋段一個人物 不如我們把他的速度變成兩個人 補戲是最大的 我想問 其實在你展現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你跟著一個人的主軍去行 覺得需要補Fish 才能填到那些孔子 也不是 其實是反而補戲的時候 其實黃圖和斬哥 其實一直和我們寫到現在 不變化很大 是中間我們補了少許東西 在整個戲劇上來說好像有些單磅 我覺得是容許 如果這個單磅就是 我覺得容許 因為我覺得空手可以寫多一點點 那就變成寫什麼呢 因為我想危機在最初一直在出現 但是我不想不停去殺人 其實你不可以不停殺這個 殺那個 殺那個 殺這個 但是我又不想這個戲是這樣 那不如寫一段他和Fish的一段關係 那反而已經是彌補了前面的一個虛位 因為其實我一早已經界定了這個 是不會是查案戲 是我不會拍這些東西 我不會很相處說 我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這個東西 然後查查查 不是的 我都不是想拍這些 就算你很拍足單案都沒有用的 都不是我覺得需要寫的東西 那不如拍個Fish 就是另外衍生了另一種關係 反而可能還出現到 當然我覺得Fish更加 而知我們補了的時候 就不只是拍的關係 希望在戲劇上或者主題上 更加出現我們需要的主題 比如人是垃圾 或者是什麼叫垃圾 被遺棄 這件事 這件事 是我們一直補起的時候加上的 我那時候小時候來香港 住在新的寶座就是這麼髒 但是我覺得這種所謂的髒 其實不止香港的 其實很多平民百姓住的地方 都很多垃圾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人理他們 沒有什麼人理他們 也都是 因為很老實 我們這個世界 一定窮的人多於有錢人 那種窮人的量是 他們很大群 他們製造垃圾更加多 另外就是 最大的感覺就是我經歷過 以前八十年代來香港的 深水埗就是這樣 我們都想了很久 垃圾究竟是什麼呢 垃圾都沒有 真的不會有一件事 製造出來就是一個垃圾 真的不會的 但是它一定是一隻杯 一個盒 曾經是一個有用的東西 只不過是你們覺得 它已經沒有用去掉了 一定是經過過程 被認定為無用 被人遺棄才將它變成一個垃圾 這是一個很被動的過程 我覺得垃圾都挺特別 對於低下層的人來說 另外有一部電影我自己很喜歡 但是很記得那個電影的美術 但是它拍垃圾也拍得很好 就是沒有鬼子的笑他 他就沒有鬼子的笑他 從來沒有人拍過垃圾 拍到天堂 當然他就是在那個小朋友的眼光 去看那個世界 或者那個人 我覺得香港反而少這個類型的電影 而且大家聽到垃圾就怕了 很多人說自此看得臭 聞到就沒有 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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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將垃圾 將垃圾 將被遺棄 將它放大 變成一節子 大家覺得 哇 根本就是一個垃圾堆的香港 嗯 這次你都選了很多舊區 就是有觀塘 深水埗 土瓜環 有沒有跟以往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以前在銀河影像也拍了很多觀塘 嗯 這次呢 這次有沒有分別 都是那幾條街 怎樣營造那種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種 好像很陌生 但是又好像很熟悉的感覺 其實這個好像很陌生 又好像很熟悉的感覺 是由哪一刻我決定一定要這樣 前面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 是不是真的做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做呢 是不是當這個不是香港呢 是不是當這裏像是非的香港呢 直到 我的製片部他們告訴我 愚民芳的平台有機會可以拍 其實他不讓我們拍他 因為我們真的用很多錢去做策略 可能他怕倒塌 因為合約長在車上走 他說你們要搭什麼 那些日子就這樣上去拍 OK 但是你們要搭東西的時候 重量可以不可以 那我們就做了很多測量的工作 去給政府或者那個部門知道 我們是會這樣搭的 出圖所有東西去簽給我們拍 那去到 真是落實要在那裏拍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這個位置我又搭過這樣的景 那人人天天都經過 都不是這樣的 那我搭了那個景 人家當是真的假呢 那去到這一刻 我們就在想 就是 就是不想真正假 我就是不想你們 就是想有一個超現實 就是說你們又去走那個位 原來變成另一件事 就變成另一個感覺 有一種真實又不真實的感覺 其實去到後期 我們將實際的體力都是 我們想所有路牌都抹光 我們想所有地下的字都改了 我們本身是往香港 往九龍 往什麼 我全部都抹光了 或者看到路牌寫著 不知道什麼街 我全部都抹光了 全部變成另一些字 變成另一些logo 最重要模糊了這個香港區 警察的衣服我重新做過 警車我重新唸過 我重新 我記得第一次 阿奶海 我讓他看看 我第一次看 你這些警察是警察衣服 我這不是警察衣服 我香港警察衣服 你不要管 這是我的警察衣服 我亦都想走多一步 就是港產片 究竟有沒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當我們每天都去這些場景拍戲 大家都去這些場景拍戲 我們有沒有能力 將它變成一個此事而起的香港 希望有一種新鮮感 其實我覺得電影有時候 可以再走得闊一點 不是說我們在漁民方面 說回官堂 不就說什麼 為什麼在官堂 為什麼在香港 我一定要在香港 但是 反而 戲出來之後 很多人說好香港 是 很多人說好香港 可能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 如果香港變成這樣的時候 大家反而要變成一種情感 在裡面 當然我們在簡警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 好自己那種 怎麼說 濕溝情懷 就是當他真的去看 看景的時候 濕溝會告訴你 這裏快要拆了 這裏快要拆了 那裏快要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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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夠留下一個東西 但是留下一個東西 原來政府留下給你之後 他都不懂得用 那裏快要拆了 那裏快要拆了 到最後你還是拆了 你真的走回去摸得回 雖然隨便 隨便入住房子都告訴你 過百年 那你真的感受到 當然裏面他一定有些改變 但是基本的結構他還在 香港是一個留不得低的東西 那我 即是現實留不低 還沒試著留一個理想 當然未數很好 未數很好就是令到他生活 令到我們 至少在戲裏面的邏輯成立了 即是他們是會這樣 只不過他們的警察就是這樣 大家知道是街市當然覺得怪 當我們都不知道是街市 他有這個魔法 令到你看的時候 覺得是哪裏來的 而不會馬上想到是街市 但其實他都回答了 其實在他們開會的地方 旁邊有窗房 其實樓上有監倉 搭了我拍不到 即是已經是頑皮了 他已經合理了那個景 即是這裡有兩個臭格 是被人用來揹的 那 沒有拍到的位置 沒有拍不到 有些位置拍不到 真的太冷太冷 那 Ken踏鏡 他永遠告訴你 他應該踏了360度 即是他不願意你做特技 他不願意你做什麼 即是他要清楚了 因為他自己都要清楚了 這一段是什麼 我才知道 這一段我們擺個演戲位 在這裡是對還是不對 擺在那邊是對還是錯 即是他會這樣 所以有些是沒有辦法 有些是真的拍不到 但是做了 即是窗房等什麼 那些全部都做了 你說一下 藝術 這部電影裡有很多 宗教意味的道具 或者 symbol 是 這些是Ken提議給你 還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比較多 Ken也有的 但是 好像是前面開頭 找到手 我自己這樣看神鬼 我覺得宗教是 在這個世界上 又不可以沒有 因為他真的告訴你 什麼是對 什麼是正向 或者是一個好的價值觀 但是 在我的角度 就是這麼多 其實當我們很依賴他的時候 但是他能夠做的 都是看著這件事發生 我不敢說他一定不存在 這個宗教 或者神 這件事 但是 他不會做太多事情 他只知道這件事發生 就是這件事會發生 他說可能是他 令這件事發生 但是 會就是這樣 我們不可能稀奇 他會幫你 打救到你的什麼 但是可能心靈上 內在的事情 會多些 所以我覺得 某程度 所以我覺得 這些宗教 在我的角度 是挺冷血的 我自己覺得 在我的創作裏面 可能我有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 不是真正非常理解 命運究竟是什麼 我都在找著 所謂的命運究竟是什麼事 但是 很容易大家就會 有一個階段 很多東西都記定 所有東西都整定 但是 我相信 有選擇 真的 命運是改變到的 但是 你怎麼做 我真的就是你這樣選 所以我說 為什麼 這個神會 靜止 看著你們 你可以說是很冷血的 但是 他永遠在看你落後 有什麼決定 好像 天主給了兒子 阿伯拉罕 很老之前 給了老來得志 給兒子 你上來 叫你奉獻給我 其實就是看你怎麼決定 他永遠做一個最殘酷的事 而 看你落決定 你落決定 那一刻究竟你怎樣 你願不願做這件事 神的冷血就是這樣 他不會幫到你什麼 我經常覺得 他只是心靈上幫到你 其實在這個所謂 宗教 宿命論來說 你問我最入 我反而不是入這些宿命論 我反而是入到亞瑟的角色 他的命運 改變不了 其實這個女生 不停在做一些很 違反自己的宿命 或者是大家覺得 不應該他做的事 你所謂得到一個原諒 得一個夠熟 為什麼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 但是你對他來說 他覺得這件事是他最大的 其實他受的苦 比任何戲裡面的男人都多 但是我相信 女人有這個力量 還可以 如果是一個男人 我未必相信 我為什麼這麼進入這個女生 就是我相信 女人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他們在挑戰一些權威 或者是比他厲害 但是這是一種天性 就像你說 媽媽會為了兒子 擋著車子 或者媽媽會為了這輛車 那個女人有一種力量 可能我看我媽媽 就是這樣的人 但是 男人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肯定 自己是否做得到 但是我覺得 反而我想說 很多人都提出宿命令 我就不會去放大 有的 但是大家可別不了 但是在戲裡面 反而是 希望衝破這個命運 那個人的張力 反而是更大 但是注定是悲劇 是注定是悲劇 注定是死定 死無全屍 你和命運對抗是死定 這是我覺得是真理 多命運要你去死的時候 你決定不死的時候 你要命運將會拆摸至前 但是這也是你自己選的 就像亞瑟一樣 你能否得到我夠熟 我很老實 到最後 李淳跟他說 我聽到他說他原諒你 這件事真的假 我拍攝的時候 我自己也問自己 我去到那個精神病院 李淳跟他說的時候 我突然看著他 他想問 這個傢伙說大 但是這樣又怎樣 可能他就是要這個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去到 所以我會抗拒他的主宰 我亦都很抗拒 有些事情是 作為一個導演 是一個戲的主宰 這個說法 你看 不如嘗試有些事情讓他去 如果你要問的話 你一定 問李淳都問我口啞 我是不是聽到 我聽不到 我又不是這樣說 當他這樣演的時候 不如嘗試 你讓他去 我不知道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但是 好像應該是這樣 但是不如去 但是 我經常覺得 戲去到某一刻 其實 有些時刻 不如讓戲自己走走 你不要那麼主宰 說我一定要這樣 我一定要這樣 那一定行 那你就主宰 你一定要去哭 一定要起來 不知道的 即是李淳就想做那個反應 他那天之後 站起來 靠在牆上 我突然覺得 他亂講謊 大家可能覺得是壯才 但我覺得有時創作就是這樣來 但是就是說 我記得我拍 阿斬哥是第一次用的 就是他在斜老子春指著我 其實是那個 我拍了的 我拍了阿家棟哥 在現場拍了很目的 後來我想補 補這個反應 但我又不可以在現場補 最後就是 我們在錄補面前補 補完之後 其實是剪接 把原本的照片 再錄補新拍的斬波 然後讓我看 然後我一看 然後說行不行 像不像 我已經不是看那個 我看到兩個人 我看到有兩個人 我看到有兩隻 即是四隻眼 有兩個人 然後我說這個 我不是鏡頭漂亮不漂亮 我說這個狀態對這個人 這個狀態很對這個人 在他最極端的時候 看應該是這樣的 下個 然後再去修改 這個表演 然後唱 這個表演 我覺得這個表演 是很 對角色的 很個人的 東西 即是在他 突然間 好像個人分開 我覺得應該在他們 最重要的時刻裏出現 這件事 斬哥當然 我們選了第一場 我們要開始寫這個人 他有一種這樣的狀態 即是 他後面就是黃濤開了窗 然後李淳不見了窗 都是用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 可能我們 這部戲 除了要拍是想定之外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一路一路一路 衍生出來的一件事 我真的看到那個效果 我才覺得 正在這個 然後再去找得到 黃濤那個人什麼時候用 然後 誰要用 接下來 真的取決於 別人找我拍什麼 當然有些事情 是自己想拍的 但是 你未必 如果我們在失業片 的運作裡面 就肯定 每部戲都是 你自己 想拍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一定不會拍一些自己 很不想拍的 但是有時候也會 但是 你自己去找 可能這已經是挑戰 最大的挑戰 就是拍一些自己 不想拍的 但一定要拍的 那些 你也是一個挑戰 但是 你對自己 很個人的 自己 很想拍的戲 是 不是一種類型的 有時候自己很想拍的 什麼是回憶 回憶究竟是什麼事 這個事情 自己也很想去探索一下 但是 又是基本故事 不過你要看看 有沒有機緣 開得到 你看過有些訪問 說 你還未覺得自己 處理一些商業的題材 是啊 處理得很好 你覺得自己也未夠好 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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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你還是會繼續想 即 怎樣都是選擇 類型片題材 還是會不會有考慮其他 都會 其實都會 因為 因為 幾個方面考慮 第一個考慮就是 我成長在 90年代下的 Honey and Human 都是類型片長大 我們都是要清楚的類型 就是鬼片 動作片 經歷片 什麼片 愛情片 我們會這樣去分 所以這件事好像入了血 那未必會 未必會改 反而很想在這種所謂類型片裡 我們還可以怎樣模擬 這種類型片 譬如真正的動作片 但是 什麼的動作片 就是以前我們看的 那些《Bling Blan》的影片 裡面有一些情感 或者有一些關懷 或者有一些人文 一些東西 動作片又會怎樣 反而在這些位置 我會去試身 而不是說 直接撇開我 再抹走類型片 我覺得 好像在這個世代 能夠令到電影仍然有少少工業味 就是類型片 我也想在類型片裡 試多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吸引一下你們的年輕人 不如去大家一起搞類型片 我覺得大家搞新的東西 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各自做各自喜歡的 譬如我看《十六比九》 我剛才跟你說 你的定格是多吸引我 或者看完你的預報 我又會給你一些意見 但在裏面我都會去找一些東西 你們有時候可以去看類型片 或者去想 其實類型片可以承載 比你們眼前看到的東西 是會再多些 其實我覺得是 什麼特別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類型片 那個自己是一個框架 有足夠的某些東西滿足到 其實是有其他的空間 讓你去說其他東西 那我覺得 我自己很想做類型片下去 也是這個原因 那動作片 拳腳動作片 是我會做下去的 有很多拋多東西出來 聊 因為剛才有說到 拍攝商業片和類型片 但我自己 其實這陣子 跟更年輕一點 我們已經不年輕了 原來已經不年輕了 三十多歲 已經不年輕了 這陣子跟十多歲的人 聯青人聯合 真正的年輕人 我發現 他們不看電影 明白的 而那個模式 不進戲院看背影子 就算在Netflix 或者HBO 都不看 他們都會選擇 看這半個小時 至九個字 一集的劇 都不看電影 而我覺得 工業裡面 好像很多人 不認識一點 因為 因為 就算現在最能買的 Marvel 其實都可能是 我們二十幾到三十幾歲 這一代人的東西 他們十幾歲 就算會接觸Marvel 都可能是 他們有爸媽帶他們去看 因為他們現在可能看的是 半分鐘至三分鐘的 抖音 TikTok 等等 你那個看法 你那個看法 會是 我們是否要讓他們 認識回電影 還是我們就在 工業的框架裡 拍一些 可能是Marvel 可能是動作戲 嘗試在框架裡 做些東西吸引他們 還是怎樣 我自己這樣看 我自己也有個女兒 今年十三歲 就是十四歲 他們小時候 真的都不太看電影 但當 我覺得是追求問題 有時候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追求當然是 觀衡刺激 快 或者現在這個年代更加是 他們就會很急速 我自己看網片 都不會看半小時 我打電話機 我看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已經很盡 每一段影片都會說 但是當他們長大 他們要的東西會再多 究竟網片 或者這些短的視頻 是否滿足到他們 我覺得暫時還沒得到 我覺得 有些東西是要識分的 就是當電影有足夠補題 我經常搭站 有時候放在自己身上 就是你的電影不足夠好看 但你剛剛說 其實台前幕後 香港新一代 台前幕後 都比較奇怪 我想說 你也是這樣 是的 我也想說 這個娛樂圈 可不可以叫娛樂圈 我先不要說電影圈 只是娛樂圈 這個氣候 會不會對電影有幫助 沒有什麼 我覺得對於我們這類型的電影 也沒有什麼幫助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經常覺得做創作或演員 都需要一些靈覺 雖然人們會成熟 人們會成熟 慢慢這些靈覺就會磨 但是 我也很想跟這班學生議員說 一定要硬慘 一定要有靈 我不用你們硬慘 但一定要有些靈覺 一定要保持住 這些靈覺就是最獨特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創作人也是 一定有這份靈覺 有些事情你不妥協 有些事情你覺得你一定是這樣 有些事情你看不上眼 有些事情你很看得上眼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 這是很unique 其實是無法複製的 其實無法複製的 大家喜歡的東西也不同 哪怕大家喜歡同一部電影 但可能喜歡的角度也不同 但我覺得演員是需要有的 他們可以乖 但是去到某個程度 例如你遇到一些頑固的角色 你真的要頑固 你要找回感覺 我相信他們每個人都頑固 你肯找回這個頑固 當然現在是很不明白的 他們更加是 現在的那群MIRROR 因為他們要面對群眾 當你全世界都盯著 那時候也說 那時候樓三也是 本身樓三也是很正向 但是我們長久都想看梁朝偉 冷冷的 怪怪的 懷懷的 但我覺得慢慢會出來 例如我自己看MIRROR 例如我看港頭旺 我也是一天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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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其實你們在做事的時候 我不知道哪一個朋友 你也有稱讚過 跟我的想法一樣 你們這群數目比較 是在試著一些形式上的事情 試著形式上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實驗是很好的 我覺得這個實驗 在這個年代是應該要有的 那就試吧 當然你久不久就去玩一下 當然要有個心態 入主流是會有主流的痛苦 你們現在也不容易 但你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要這樣 所以現在你說是不是乖 我覺得現在最好那群乖 因為沒辦法 最主流那群一定是乖 其實是有些不乖 剛才說的是怕怕也好 我們說的受比假也好 有些不乖 但他們是有他們的魅力 我只是想問 原來有個地方叫新北江 我看歌詞 新北江是哪來的 我那天才再看 霍哥去新北江 我看原來是商場 是地的 根本就是黑暗 真的很棒 而且你看到 我以為去了底特律 但聽說話是害怕的 那個MV 我最後覺得是香港來的 為何他們找到這些視頻 為何他們找到的 還有一個在山頭上拍的MV 這是香港 為何他們找到的 那個視頻這麼厲害 大家開始在做一些事情 但當然 我都在想 如果讓他們拍部電影是怎樣 我真的想像不到 也可能會很害怕 也可能不知道他們搞甚麼 你會擔心的 但是希望 其實我們沒有心態 我能夠幫到你們 幫到你們 我又有這個能力嗎 是嗎 但是你又怕 你又怕 你又怕 你又怕好像你們那樣 十二比九 拿回去江南幫好 你們有自己的成長方法 我警察 我警察 昨天發言的斷手 證實了他女性 左手 發言報告說 是被生守和不攻你攻隊 帶來趕三次下來 現在太空手飛雪扔電視出來 或者扔他出來,我們還沒發現 那如果他還沒死呢 黃泉 這是黃泉 你找甚麼騎士 不要 你送我去 我沒有想到你 我總是敢做個警察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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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